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福建号开始出港了 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 4月29号下午3点 海军的首艘电磁弹射型的平直甲板航母福建号 在拖船的协助下动了 缓慢的进入长江 接来应该就是 据说应该是掉头 之后很快会有舰载机试飞的一些画面 会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纪念 这一刻中国海军 福建号动的其实没动多远 它是个掉头挪个窝 可能就是给未来的一个仪式显示 或者说未来仪式它就直接出去了 拖船协助下 它的舰尾先出来然后掉个头 在这个从港池内移到长江移侧的码头 已经是出港距离海事又进一步了 现在看天气预报的是 五月份可能会有这个好天气 它会不会就在五月份出港正式海事 关于这个福建号 现在29号下午三点动 这个外媒是疯狂报道 福建号是离开了这个江南造人厂的码头 它去了长江边上的码头 或者就是正式的准备海事了 现在外媒认为的距离 它加入解放军是又进一步了 中国第二个制造使用 咱们说八万余吨 可能并不是像大家想 真的就是八万吨 大家可能不知道 美国的尼米兹基 尼米兹基标注的是十万吨 但是不要了 美国的尼米兹基的第一批次 是按照美军的 美国的美吨制 实际也就是九万 所以咱们这个八万吨 八万余可能接近九万 其实很多人在网上已经做了一个功课了 他们把福建号的卫星图 算了一下面积 再加上尼米兹的航母的甲板面积 和福特级的甲板面积 做了一个比较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福建号的甲板面积 实际是超过了尼米兹基的 或者和尼米兹基差不多的 那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九万吨 不是八万余 是九万 那么这也就符合了 尼米兹基最早一批次不就是九万吗 后来第二批次应该改成了真正的十万公吨 但是这十万公吨你看 它从九万增加一万到十万公吨 它有能力改 那就说中国的下一艘 比如说福建号的紫媒舰 咱们是18嘛 那是19 19件可能就是真正十万吨级了 这不简单 这是世界上真的是 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这能力 那就是下一艘19号 可能就是直奔十万吨了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人真正的挑战来了 十万吨级是超强 很多人不理解 那中国为什么不造一个二十万吨 四十万吨往高了加 美国人为什么不造啊 你想过吗 美国人为什么不造这个二吨 十五万吨呢 难道是吨位越大越好吗 不是的 实际美国人使用航母七二多年 它一直在跟踪航母的使用效率问题 就经过它的总结啊 十万吨是正正好好 十万吨左右是正好 就是大了那是没必要 咱们可以想象 你的电磁弹射 对吧 你的电磁弹射 或者你的这个 之前美军航母应该使用蒸汽弹射 就你的弹射频率在这 你再大的话呢 你的弹射频率 其实也做不到那点 就你甲板上放了太多飞机 是很危险的 你没有必要 你只要保证你甲板上能放飞机 能飞就行 按照你的频率来算 所以而且太大 你有些港口你进不去啊 所以它最后总结的就是 十万吨是刚刚好 再大就没必要浪费了 中国是第二个制造 这个超级航母海军啊 同时呢 中国海军福建号 也是世界上第二艘 电磁弹射型的航空航了 此前有消息说呢 包括歼15歼35舰 电磁机包括空几600固定预警机 全模型上舰 不一定是模型 那现在很多人在预计啊 这个海军节出航 现在看没有 但是这次动呢 我觉得 真的是啊 美国人现在是最关注的 福特级 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啊 他现在据说进度是已经陷入难产了 按照造人厂给的承诺 二号舰肯尼迪号应该是24年6月交付的 美国一般就是什么 这个海事就基本上等于是交付海军了 但估计啊 他要延期到25年 现在最终能不能在25年交付还是个未知数 毕竟他在船尼迪上待了4年多了 还有就是已经服役的福特号 他的麻烦咱们都介绍过 他是要拆东墙 补西墙 福特 福特级都这样 那你肯尼迪号航母上 有可能从他身上拆零件嘛 拆一些零件用于这个福特号维修 那福建号的电子弹势技术呢 是有别福特级的 福特级呢 不稳定 咱们中国这个电子弹势器更稳定 福建号造制造完成以后 就意味着中国的大型航母的电子弹势技术 已经是与世界海军强国 美国是比肩了 福建号开动的消息啊 现在很多人都都在关注啊 下一艘舰19号 19号呢 咱们刚才讲 咱们应该是满足10万吨 我觉得既然尼米兹能升级 对吧 咱们也能升 差1万吨嘛 不过按照现在普遍认为呢 紫梅舰应该还是这个常规动力啊 其实中国的航母和美国航母的 所有的对决 不是关注在是否是核动力啊 就现在中美的航母在海上对决 所有的要素里边不是核动力是个关键因素 是在哪呢 是在质量和数量 我中国航母能够在质量和数量上 能够扛入美军 就可以 而不是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战场 应该设定就是在东风导弹范面内嘛 又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西太平洋附近 这就没有必要说是强调核动力了啊 中国的未来有核动力是一定的 但是核动力啊 肯定不是现在的紧急要物 国产核动力航母应该是数年之后就会开箱了 但是这个是保守估计 同型号的常规动力航母应该是 有人猜测是在大林造 我觉得也应该是在大林造 毕竟南北船厂同时要有这个技术 这个不论是这个哪一个厂造啊 这个中国核动力 大连和上海肯定是逃不出去的 现在福建号呢 主力舰啊 应该算是未来海军的主力舰了 它的现在据说能有七款战机 总的舰载机数能超过70架 60到70架 包括殲-15弹射型 殲-15D的电子战飞机型号 包括这个殲-35引力战机 还有空军600 还有教练10 目前的排列量8万余吨啊 咱们讲过啊 基本上就问你就可以理解成9万吨 你就理解成是个尼米兹级 这个鱼肯定是存在误差的 咱们看一下福建号现在的这个舰载机 咱们说它现在舰载机的防御圈 400公里 400公里基本上是进不了它身的 它是对标的可能性能是在福特级 排名是应该仅次于福特级的 至于攻击能力啊 尤其是进攻能力 咱们说舰载机 现在咱们有了殲-35 殲-15电子战飞机 这个进攻能力 我觉得是非常强的 央视也解读了 现在航母肯定不是单打独盗 通常是以编队飞行 远洋作战 包括驱护舰潜艇补给船 按照福建舰的福役时间菜啊 未来的航母战斗群 就包括两艘05 两艘05RD 两艘054B 一艘095攻击核舰艇 或者两艘啊 或者一艘091的 还有一艘091 901型的综合备舰 那就是 这就是整个的锤拔单元 算一起就超400了 那么满载排射量是超20万吨 根据排射量呢 大致可以带的舰载机数量 应该是在24架-15弹射型 6到8架-15D电子战飞机 24架-35 还有4到6架的空击600 直20 直18 都会携带 不等数量 包括舰载机协同 这个协同就是建立航母战斗群的防御圈嘛 咱们讲过 第一层外围应该是在 最远在400公里 第二层是 最远在185公里 第三层应该最远在 距离航母应该是45公里 按照美军其实也差不多 美军应该是在400到600 但是第一层外围叫纵深 防御区 美军的讲是距离航母185到400公里 首先这是由卫星和预警机 舰载预警机 还有舰载的对空雷达协同的 对500公里海域到700公里海域实施的监控 我在400公里 然后我能探测到700公里位置 700公里 舰载机4到6架空警600呢 实际是保持不间断的在空中预警 包括指挥作战 它就在400公里外进行指挥作战监控 能保持不间断的 基本上航母战斗群的700公里外围 它能看到 作战范围也就是400公里 对吧 400公里我就基本上让你进不来 其中潜艇部署在舰艇的前方或侧翼 它能发现60公里外 低速航行的一些目标 主要阻止对方的潜艇靠近 舰载机主要负责拦截来袭的导弹 无人战斗机 包括战斗机还有反舰导弹 同时还负责夺取中权 保证舰队的安全 坚数电子弹射 电磁弹射 电子战飞机 用途也是实施干扰 电磁干扰压制 对舰队实施电磁保护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更多的 它的导弹来突防我的舰队 第二层防区叫区域防空区 主要距离航母是45到180公里 这是由空领600舰载相关雷达 远程对空预警雷达监控的区域 舰载直升机也是负责反潜这个区域 整个航母战斗群至少应该有20多架的直升机 包括直20、直9、直18 调放声纳 投放浮标 此探测移动 鱼雷、反潜、导弹实施对敌攻击 兼顾舰队指标目标搜索任务 中远程的防空导弹负责防空 比如这个红旗9B 舰载的防空反潜系统要同时开动 执行中远程的拦截任务 尖速D电子战飞机 游荡在距离航母100公里外的 它的目标主要就是对来袭目标进行压制 把这个漏网之鱼打掉 第三层就是重点防御区了 这个纵深就是45公里以内 如果这里边失守的话 航母就省靶子了 这个距离越近的话 只能依赖舰载雷达 还有声纳探测 主要作战防御重点就是 红旗16拦截60公里内目标 红旗10拦截10公里内目标 1130100到200米低空略海目标 打到这一步上 打到45公里以内 其实不太考虑影监视能力了 这个主要是各舰载机 它的拦截 应该是 应该是它的下下了 第三层防御圈是标准划分的 这三层是标准划分的 现代航母的战斗群 实际打的就是导弹 再加上电子干扰 实际上很难突破外围的400公里 所以要进入第二层圈也很难了 咱们福建号现在下水 咱们看完全是对标美国尼米兹和福特级 无计福建号的紫媒舰19号 应该会性能或者是能力可能会超过福特级 咱们看起来